唱歌唱到正開 卻突然遭人從後方環報 被爆的是新北國王 啦啦隊的成員 當下立刻嚇到 迅速蹲下掙脫 而爆人的是他 才剛接任 Plus League代理執行長 周崇偉沒幾天就被爆 企圖性騷 啦啦隊員 資深媒體員黃陽明曝光 影片說有人向他爆料 在事發後陳建州曾帶著 周崇偉去向受害女子親自道歉 沒想到在黑人暫停職務後 卻換周崇偉代理 周崇偉代理執行長 在新人選秀體測會亮下 三十五歲的他 過去曾是DV籃球部落 共同創辦人 而在黑人成立Plus League後 就加入擔任行銷策略總監 遭性騷的啦啦隊成員 也透過IG謝謝大家關心 說當下確實很錯愕 所以迅速掙脫離開包廂 聯盟也很快向他道歉 而在得知對方處理很積極後 選擇暫時接受聯盟處理方式 而周崇偉本人也在臉書道歉 說以自情處分 就近代董事會決議 至於聯盟回應 已將當事人懲處問題 交給董事會決議 結果會再跟外界公布 三線新聞許趙偉 蔡春齊 台北